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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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餐 大餐 她說我是晚上不睡的 我睡得很久 結果 十兩點她就去睡了 很久站起來說 我很好睡 她說這就是妳要找的路 非常好 會在下 我是 不知道用什麼心情 和在座的動心 來分享 我本人 是原住民 叫三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沒關係 一次如果說不成功 第二次更努力 第三次 絕對 會成功 對不對 來感謝高雷家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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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們聽得懂 台語嗎 有沒有 沒有問題 你沒有問題這個帥哥 你聽不懂 你叫什麼名 還聽不懂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輕鬆愉快的心情 來看 我們今天來談 台灣 很多人很會說 道理的 媽媽都是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從以前到現在 說得很漂亮 很好 但是呢 往往都嫌不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 鼻哀 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來談談 什麼叫真理 宇宙中只有一個真的東西 沒有第二個真 它是真實的 它是永恆的 它是永遠存在的 今天地上 若沒有真實 它是謊言 它是虛假 它是傲慢 它是不真實 所以造成許多社會的問題 對不對 今天台灣是不是缺乏那個真 對不對 非常缺乏那個真 宇宙中只有一個真 那就是所謂的 宇宙的真神 沒有別的 但是我們失去了這個真神 我們就失去了愛 台灣不要說台灣 你看 好好的人在家 因為竟然 白不走的時 白不動去往生的時 竟然開始要怎樣 分爭 對不對 欸 那你跟爸爸在那裡說話 不知道拿什麼秘密喔 你不告訴我 是不是晚上 開始要怎樣 搶奪 開始要怎樣 分爭 這就是裡面沒有真的人的結果 所以為什麼 那人有渴望 渴望新的復興 我們在台灣許多 受到流亡政府的不救 非常痛苦 所以人都有其中的渴望 得著自由 是不是這樣 真正的自由 我們受到了流亡政府的逼迫 我們就沒有辦法 得著真正的自我的自由跟尊嚴 因此心 內心深處 在那裡 渴望 我來得到 釋放這裏 這就是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的目的 今天來到這裡 我會感到 你們想要是非常有體會的人 非常有體會的人 因為你了解 獨一獨 這道路 比較會走 其他都沒辦法 我們到這裡 你們是非常有的 你們是一群非常的幸福 非常有福氣的 看面就知道了 大家要去試試看 當初 頭一季 頭一季 第四季 第三季 來到這裡 沒有電風 上面你看你們這裡有電風 沒有冷氣 你們旁邊這裡有冷氣 沒有桌子 你們現在有桌子 冬天冷氣去 沒有被 三四元 結尷 結尷 很可憐 到現在第幾季 五十三 你們實在是非常幸福 你如果是你今天帶著感恩的心 這條路不是為了你 不是為了我 這條路如果是為了我們 嚇嚇順順的事 你們要不要付出 要不要付出 我今天手把 兩支都把 腳的把 有說過說 叫我走 我腳的把把把走 我是為了 帶我們日本的餐飲院 去宜蘭 剛才在車上 剛才在介紹宜蘭 日本的建設就是 當時 那是師騎鄉鄉 撒車 我就跟我說 剛才一陣子 我嚇到師騎台 那 像這樣不夠久 我不會走路 我現在手都出發 傻了 摸起來 這對著三四六七 大經病 他說 你要換骨頭 我四 五顆骨頭 我說 我不要 我慢慢復健 但是 我這種情況 我說是否 好,我現在這種年會,我又不努力,有一天我會怕孫,叫我講阿公,農馬是你,阿公農馬是你,給我做我的。 你的感受如何?你今天沒有用心努力,但你會怕孫,都是在外面做我的。 你有看到我們台灣外道嗎?有嗎? 暗時你偷看,在那裡留白色。 那個人是人的,在那裡留白色。 思念他們在那裡的姓、孫,還是他們的姓,在那裡留白色,偷看。 未來,現在就開始,很多台灣的少年都開始做外道,對不對? 外面去找頭路啊,是不是這樣? 所以今天你看到我們這條路,是真的這條路,你沒有努力。 我告訴你,有一天,你怕孫,會用你的手,他的手, 跟你說,阿公阿嬤,農馬是你,那時候你有什麼感受? 所以我們今天,渴望新的復興。 好,告訴你,我們來到這裡,我們看到這種新的氣象, 我們要努力,雖然非常痛苦,坐在這裡沒空, 有時候要獨屋,沒關係,要喝少許多。 到最終的一天,在那裡結束之後,你就笑咪咪回去說, 哦,臨北,我有努力,遇到一頂了。 好,好不好?大家努力好不好? 好。 好。 那真理是什麼? 現代的思潮,這都是一種思潮的挑戰。 我們看到何謂的真理,這個思潮。 現在我們說這個,我們先引述一下。 好,引述一下。 在十六世紀,宗教的改革,到了十八世紀, 取蒙這個運動啊。 歐美的社會呢,帶進所謂的現代的時期。 從這開始,理性主義,跟科學主義,跟經驗主義, 都成了什麼呢? 主流的思潮。 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成了主流的思潮。 也就成了基督教副教學的這個主要的對手。 慢慢的引進。 而副教學也進入了百花齊放的一個局面, 來嘗試不同的途徑。 不一樣的方法,不一樣的方法, 去回應現代思潮的這個挑戰。 基本現代的副教學,仍然是環繞在理性, 跟信仰主題來回應。 但是今天社會有沒有理性? 沒有。 失去了理性,它是因為失去了真嘛。 對不對? 才有現在的亂象。 還有人說,活在自我感覺良好。 你說,總統,那邊很久沒有看到你。 今天你來到這裡,我很高興。 你當總統以後我就不容易看到你。 總統怎麼回答? 我不是來給你看了嗎? 高殺主,他怎麼說? 我把你當人看。 我還要教育你。 這個叫總統嗎? 他是沒有真,沒有愛的人。 才說出那些沒有人,沒有人性的感覺。 所以我們談到這裡。 所謂的真,這個有一點不對。 真,它是實際。 它是永恆。 它是愛。 這個理呢? 道理,像希伯來文裡面,它沒有理,只有真。 所以呢,一個人,我們看見那個真,我剛才所講過。 它是永遠真實的。 它是非常實在的。 它沒有別的假釋,它是單一的。 非常實在,而且是永遠長存的。 是永恆的生命。 這個必須要去了解到。 這個理呢? 這個人的經驗,人生活的過程,他經歷了每一個階段,每一環。 然後成為他的知識,也成為他的智慧,成為生活的常識。 這是道理。 那真理兩個結合起來。 你知道嗎? 真理兩個結合起來。 若是,結合起來,它就是人生的價值。 若沒有真,只有道理。 它是一個虛空的器皿。 虛虛空的。 要說就像臭屁而已。 裡面沒有東西。 很會臭屁,好我告訴你。 我們阿公怎麼搞的? 其實我們都沒有東西。 它不實際,它不實在。 今天來到這裡,台灣民政府的人,台灣政府的人, 來這裡學習,我相信都是非常實在。 你們都尋找一個真。 對不對? 今天台灣就是沒有真。 所以把台灣人民當成為奴役來看待。 沒有尊嚴。 沒有人性。 今天,我們要好好精算一下。 究竟我這一條路值不值得懂。 我告訴各位,我有這一條路。 那這一條路是什麼呢? 有沒有人知道今天來到這裡,這一條路是什麼? 知道的,帥哥。 你再給我微笑。 你知道的是什麼? 你跟我講一下。 今天這一條路是什麼? 站起來。 給他掌聲一下,帥不帥。 沒有人看到怎麼帥。 站起來給他們看一下,帥不帥。 帥。 帥啊。 你今天來到這裡,心情怎麼樣? 還是被騙來的? 我看樣子好像被騙吧? 不是啊? 你自己來的嗎? 你怎麼知道呢? 那你簡單的相信。 那這一條路唯一的路是找到了對不對? 那是什麼? 法理的論述。 對不對? 好,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你看看,今天的年輕人都非常非常的多。 這是我們的希望。 他們不借他人的支配。 靠他自己的智慧,自己尋找真。 尋找真。 他聽到父親是一回事。 聽到他就經歷嘛。 經歷是他自己去尋找,去碰,去看,法理告訴他的。 他就成為他的經驗。 所以因此他有膽識,自己跨有靈異,自己親自來到這裡。 這就是聰明的台灣人。 好,我們再度給他鼓勵一下。 謝謝。 我們需要這樣的尋找。 這才是,你要會懂得精算你的人生。 不要只有聽別人說了。 那個說的。 老師說,他說,他告訴我,不用了。 那你呢? 你又如何? 你如何? 你可以解決你自己的事嗎? 你可以注意你自己的事嗎? 你必須由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力量跟能力跟智慧,去看,去判斷這件事情。 所以,知識與生命啊。 知識的東西,絕對不能用生命做出來。 知識的東西是經過你的累積,你受教,你的經歷。 一旦發生一個問題,你用知識去判斷,該如何去處理這個問題,才能夠平和。 這是你人生的智慧所學來的。 所以,因此呢,我們知道,就像有一個修理車長的那個,車匠。 他修車啊。 他說,啊,奇怪,我這裡都不發展,要怎麼處理啊? 那這個車匠呢,是不是很有智慧。 因為他是從事這個工作嘛。 在講題啊。 咚咚,咚這個。 然後發動,咚,發動啊。 咚,就很簡單,對不對? 很簡單。 但是呢,很簡單,檢查完畢。 用那個榔頭,敲一下引擎。 敲一下,咚,發動啦。 發動了以後呢,他向車主呢,要10塊半的美金。 吼,那車主說,吼。 吼,你咕咕一咕,這個錢。 這浪費就太貴了。 他說,太貴了。 他一定要減價。 這一次,這樣就說了。 那好,我就收你的10塊錢。 敲一半,敲一下,值半塊錢。 然後呢,知道敲在哪裡,是值10塊錢。 知道意思嗎? 有知識。 這個,有知識的,知難。 怎麼樣? 行得容易。 你知道,那個問題是卡在哪裡。 所以,拿榔頭咕咕一下就好了嗎? 他可能有ASOBI。 他可能有人的碳。 他可能有某種因素。 因為他是從事這樣的工作者。 所以他的價值觀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另外呢,因為學生在課堂上聽到老師 所講,要酵素附膜。 年輕人要酵素附膜。 有沒有酵素附膜,帥哥? 當然有,對不對? 還是在那邊, 他可能是勉腆的,沒有啦,我不知道。 我們今天的年輕人,好多看的新聞報道真的很可怕。 對北部,恩爺是,真的是沒有辦法。 這個年輕人他怎麼說呢? 他在公民課場上聽到老師講,要孝順父母,十分的感動。 感動,感動,跟他說,恩爺,我對不起我爸媽。 他就,不僅僅他考試,考得滿分。 他立志要對父母孝順。 他非常有決心。 他進到家裡,媽媽一生的時候,媽媽就開始唠叨了。 媽媽的性格就來了。 哎,來來,這位,這位,這位,開始就在唠叨。 唠叨的時候呢,他還沒有進門之前, 要不要進門之前就說,我要怎麼孝順我父母親, 我要孝順他。 結果聽到媽媽那一個唠叨的聲音, 就開始又回到原點了。 開始又回到原點了。 每次回到家裡,聽到媽媽要家做這個,做那個的時候, 就開始唠叨了。 就推託,跟母親,開始又怎麼樣,頂撞了。 頂撞的時候呢,他發現,哎呀,我怎麼搞的。 我正經找回家,就是要孝順我母親, 為什麼,到了現場的時候,我偏偏做不出來。 這麼困難,他非常懊惱。 他有一天,他回來的時候,他有勇氣, 鼓的勇氣告訴他的老師。 老師,我真的做不出來,我沒有辦法做。 老師結果怎麼回答他? 老師說,不料老師很誠實回答他。 連我自己跟你一樣,連老師跟你一樣。 常常不夠像父母親。 這就是生命的問題。 那個叫愛是活出來的。 不是說出來的。 對不對? 是活出來的。 生命是從小累積起來。 到了那個時候是活出,讓人感覺得出來。 啊,我這孩子很可愛。 是活出來,而不是用知識。 上面一邊,上面那一段才是用知識。 所以,我們剛才講,上面那一段是屬於知識面的。 有了知識可以解決。 而後面是屬於生命的層面。 知識沒有辦法,沒有能力去解決。 除非教授父母是生命活出來才得成就。 我們知道,今天同樣的。 我們學到了法理的論述。 不是只有道理,是活出來的。 驾出來惶狂。 這個才是一個活出生命的氣息出來的。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進一步的認識。 所以剛才講過,宇宙中只有一個真實。 它是信實、公義和和平的。 今天來到這裡,有一個火車頭。 以前,早期參加民進黨的。 我們出一出一出,我們去唱歌。 你看看。 我們以前都不是國民黨的嗎? 哈哈,不是吼。 我們這個傻人。 傻人。 我也出錢出力。 努力打拼。 到買了。 走到買了,沒辦法了。 又轉到,那就是什麼? 台連黨。 台連黨到買了。 又轉到,那就是經國黨。 那就是,我跟他們說。 還不來不去,還不去。 還不去,還不去。 還不去,還不去。 那就是,那就是當中的。 我跟我說,從此以後,我不再付出了。 我跟我說,等一等一等到有一天, 有人跟他們說, 欸欸欸,來來來,這不錯。 我聽到林普叔說的時, 我會覺得,這就是我們要找的路。 我說,好啊好啊,我沒有過十年了,我沒有愛,我沒有愛。 但有一天,有這個機會。 我跟那邊搭著,他們的說明會。 我跟他們聽到。 聽到一句話是說,你要了解到台灣的主管主管, 你一定要放下你的感情要放在你。 你要回到法理的論述,來重新看台灣的主權。 那時候,我就跟我說,聽了這句話,覺得,不錯欸。 結果,我非常用心去看。 結果,我們以前所做的, 都没有一个目标 今天刚才法理论述来到 改变问就是我们永远的路 所以我转一个方向到隔壁的门 一打开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路 今天火车头 我们的林秘书 我们的总理 我们的前辈 200多位控告美国政府的那些 形成了一个火车头 那这里呢 火车头做完以后呢 能不能动 各位能不能动 需要火炭 对不对 你我都是什么火炭 你我火炭 一个小小火种把它燃烧起来的时候呢 它就形成什么火焰 对不对 那形成火焰之后产生什么 爆了 它就形成动力 它就动力 那个火车头会怎么样 就像往前找 今天若是没有你们 再有漂亮的火车头 有没有用 没有用 你可能是螺丝钉 我可能是螺丝最小的一个钉钉 它可能是螺丝这个轮子 这个组合完整的组合之后 我每一个人形成了火焰 再加上你 再加上我 这个力量就产生了动力 我们看见真理 它是冷的 它没有情感 真理 对不对 没有关说 不能说 那是我的孩子 没关系 对不起 真理就是真理 它没有情感 但是爱呢 爱是什么 它是热的 满了关心 满了体贴 所以总理不如讲 我们称之为 我们称什么 同心 对不对 什么叫同心 同有一个信念 同走一条路 同说一句话 同样的话 那叫同心 同心里面若没有爱 那是短暂的同心 我们同心之间彼此关心 彼此扶持 因为这条路不太简单 这条路非常辛苦 要努力 要再打拼 所以我们看见 台湾民政国成辽 有动力的火车头 它需要什么 法理论事 当成什么 轨道 以前有火车头 它也会启动 它也会走 结果呢 没有法理论事 成为它的轨迹 所以黑白走 黑白走 今天呢 台湾政府 它有动力的火车 它不仅仅有这一种 多人的组合 成为一个有气 有动力的一个火车头 但是它有法理的论述 当成为轨迹 所以呢 因此它有方向 有没有 它有目标 这是满安寮爱 满安寮爱 宽容 它不偏离主要的中心目标 今天台湾政府 它有完整的像火车头 带领我们往前 它不偏不倚 是因为它有法理论述 它有既定的方向 既定的目标 直到今天 美国的承诺 我们快完成了 所以秘书长说 不是年底 就是明年中 这个时间很快 你耐心等待 你就看见 眼睁睁的掉的眼泪 是说 这就是我所得到的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 感动的什么 不是感动台湾民政府 台湾政府 他感动的说 他是气愤的说什么 你们很奇怪 难道中华民国 没有跟你交易吗 你舍得把它毁掉吗 我说那你 你现在你的儿女的交易 怎么办 那母亲呢 有没有 有没有被照顾 我们就谈现实问题 这些种种的 把它揪出来之后 他发觉 对呀 很多人都沉迷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必须有一个 很清清楚楚的法理论述 成为我们既定的方向 跟目标 我们不偏不倚 有中心的思想 有中心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今天 民政府 所以台湾民政府的火车头 它有一个零和论述 你知道零和论述吗 知道吗 不知道几手 零和论述 林秘书长跟何瑞言 零和论述 林秘书长跟何瑞言 看到这一种国际法 万国光法 战争法 然后发现 就近三合约 才知道我们台湾的主权定位 知道吗 这样就简称为零和论述 我们有了这个叫做法理论述 有了零和论述 是经过集体的经历知识智慧 才形成为一个火车头 他们这样的形成了 目前我们所跟的火车头 所以法理论述 使我们有目标 带尽了光明 比如说那个 总理常来讲 黑暗 免惊 免惊 免怕贵 亢一贵 亢一贵是呢 亢一贵是黑暗 什么 渐渐 二贵 对不对 就变成 今天我们讲 你如一贵 人如多 台湾如来如亢了 越来越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你看看 哇 这个 这种点到 台湾民政府 但现在是已经拿掉了 台湾政府 汪明的列车 现在这火车头 它已经有方向的目标 也成立高沙委员会 也成立高雄州 来南州 台中州 新竹州 台北州 与华东州 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 对不对 带那个 带台南的去唱 你看看那个砍棒大不大 很大 帮扛这样起来 喂 黑匠 人们都说 喂 黑匠 大家都是这样 是什么 黑匠 隔壁那是什么 有人说 那不是阿比帮店吗 现在哪边台湾 台湾政府 有人说 搞错了 我当你赶紧的广告 九十六章 没有看 没有看 那是味道 带墨性还可以看得到的 扯门就会说 那是什么 也会看到 很厉害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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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 你那个 龟山 你看龟山的长寿跟万寿路 它也是很长的 你看 哎呦 那是什么 上面有十字架 不是告诡的 台湾政府 我们现在都成立了 都成立了 一个一个的成立了 这表示什么 嘿 真正的为台湾 带给你们希望的人 已经来到了 台湾人民 你还没有赶紧 你就赶了 好 像说 现在不是他说吗 他以前 好 国民党政府来到这里 四百多多少 四百多多少 一块 对不对 我告诉他 我们的希望来 要贪钱 这是一个赚钱的时刻 我告诉你 我不是鼓励你 每个 民主党讲 有个人说赶紧 这好一个人 他不承认台湾名字 不要紧 你的钱 来来 专告我这 我妈最变 明天知道 这多少钱 不好意思 不能这样做 我们有IC卡的 我们就有ID卡的 当我存款有两百万 变了以后 掌权以后 执政了以后 那两百万 变美金多少 两百万美金 挣台币 对啊 你一夜之间 你多少钱 你知道吗 对啊 我们在挣台币 是美金的一比一 你有两百万的台币 你有ID变成 你想办法 反正你是有ID 是合法的 但是你不能说 对不起 我没有把它放在银行 我是借放在那边 这个当然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个是一个投资报酬的 非常棒的 有人说 你有房子 马上快点去 把它换现金放着 我不是鼓励 我们还是要合法 我们合法 你放的时候 你看看 40万万万 多少 1块 没有ID的是 40万的台币 现在的台币 40万台币换1块美金 你家里假设你没有ID 你也不承认这个 你有200万 都不要 转移挣钱了 你能办法存 多少 5块 什么会打乱 现在是谁占领 美军占领 我们是占领者的意识 为意识 了解意思吗 这不要跟我们跟面对面 这是完全整个问题 以前他们40万块 1块 有没有打乱 没有嘛 是不是 这是自然会形成 这就是我们 这样的话 就慢慢的 已经脱离了 开始要脱离 政治的恋意 所谓的政治的恋意 你看看 我们的老人 有没有福利 你看看 在我家里 在那儿修 修什么 修的 抓绊 垃圾的是谁 是老蚵子吗 不是啊 台湾是你老公阿嬷 酒肝哪干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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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是你台湾人 桌子 哪凉 哪凉 又喝 又泡白 那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 你会做得好 你 为什么有政府力 我们 高沙民族老头子 我没有 全去跟屁 哪 谁来照顾你们 你有没有 去思考 那是不是政治的恋意 啊 高沙民族的土地 啊 五年没有去根 啊 就当然 就成为中华民国土地 我向天 去看 说 哎 拜扫 名字 中华民国 这不是脱费吗 我的脱费 我们中心的脱费 到现在变成中华民国 那么合理 脱费 所以我们现在 因着台湾政府进来 我们脱离了政治的利益 减轻了我们的生活 然后呢 减轻了我们的生活以后呢 提升了我们生活的品质 你看 民主党有提供 学代我们今天 我们没收集 有学代的几艘年轻人 没有关系大胆 若是你不棘手以后 就没有你的份了 成理有讲绝代的 昨天他讲八十万 上次他讲是九十一万 中华起来九十一万 当我们执政的时候呢 怎么样 一笔什么 华墨 会不会很高兴啊 对不对 你有吗 哎呀 好爽啊 对不对 所以快点来 解决这个问题 减轻我们的负担 并提升我们的生活 这是本土台湾永远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我们这样的话呢 以后呢 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 去营造我们生活休闲的环境 过到过一个非常好的台湾人 这样好不好 哦 这样哈 所以我们都讲的 我现在回答原生下来 这个火焰满了能力 它有引爆跟动力 你今天哈 秘书长不是偶然的 秘书长第一 中国是何后怎么样 有没有被关的 有没有人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我说哈 他是被关 被关呢 被关了以后 跟摩西的这个背景 有一点一样 摩西这个时候哈 你知道哈 神显现的时候哈 我们今天不是谈宗教 我们是谈 宗教这个 这个历史哈 旧约的历史 神显现的时候是火焰 人不能靠近的 当时这个摩西呢 他本身是牧养 是因为逃离了这个 埃及 他打了埃及人 为了救他的兄弟 这个有历史典故 他离开就去牧养 牧养的时候 神选献他 你摩西 你就要去怎么样 带领以色列 脱离埃及 以色列说 我现在你会 这种的你会 那我都没栽掉了 人的弱点 人的软弱 但是神 却让他有能力 有能力 然后使他 有这个能力 去 去营救这个 这个以色列人 但是你要看见哈 以色列的特性 他看见的意向 非常的顺服 就像那个年轻人 一样 听到他妈妈讲 爸爸讲 他马上相信 去主动 再去寻找 然后去顺服 他简单的相信 没有怀疑 不怀疑 然后他 然后呢 他大胆的往前 那个年轻人 大胆的跨越 来到这里 接受法律的课程 对不对 他大胆往前 没有说 没有 不再去假想 不去怀疑他 慢慢的进来 然后坚守信念 不偏不移 得出那一种 我要去寻找 真理的那个信仰 所以呢 他执行力 坚定不移 来到了今天课堂 所以我相信 他绝对会成功 我们都是 来到这里 都是一样 都是如此的 所以执行力 非常坚定 我们秘书长 也是一样 他的执行力 早上起来 白早餐 都是他呢 五点半 我们就起床 我看到这个样子 我就跟他学习 我也同样 然后插桌子 摆东西 都是秘书长 早起到现在都这样 你看我疼 还要讲话 所以他为了台湾 那个坚持不移的精神 令我们佩服 这为了他个人吗 不是啊 为了台湾啊 他有那种使命感 但是今天的台湾 台湾人说 有这个台湾政府 有这个法理论事 你看过吗 他怎么说 我没有看到啊 就算看了 有可能的事情 他也不信 他也不信 对不对 他也不敢相信 那哪有可能的事情 那不可能的啦 是不是这样 我们楼顶楼下 我们问他说 没可能的事情啦 你不怕那边 你不怕那边 都比 你不怕那边 都比 都比这样 他也没有胆识 他说 中国会有动作啦 那有办法 我们经过这些事 你就了解 高级班的几手 有参加过 有没有讲那个 台湾的事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中国的武力强不强 不强 不强 他是不是有那个航空母舰 有没有 那航空母舰 同等于什么 海上旅馆 你也了解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事 所以呢 中国动作 有什么关系啊 敏感 那是你自己 那些人自己啦 没有信心 没有那个信念 所以我们 实行你西瓜牌 西瓜牌 没有坚定的思念 我们要改变 好不好 另外一个 所以 看见 那个 以色列人 经过这个 他的外族注入以后 他也是 开始受难了 开始受难 但是我们不谈这些 我们今天 巧妙的 今天干这个 法兰 法兰为了 为了担心 使以色列来 谎抗啊 所以 法兰就要把他 用技巧方式 来对待他 第一个 设计他 让他当奴役 你们是不是奴役 你们 知不知道 你们身份证 有记号 那是 那个记号 是什么记号 奴役啊 你知道吗 人家已经 标你们是奴役 你们不知道啊 所以用各种方式来 使你们 没有人权 使你们 得不到 真实的一个 尊严 所以以色列人 在华老的 恋意当中 以色列人 他失去的人 的尊严 跟自由 跟我们这个 流亡政府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逼迫了我们 他把我们经营 一个一个的杀 对不对 使得他在这里 我们巩固了 他的这一个使命 这个权力 这就是非常物质 没有人性的 他对待我们 实在是非常可谱 但是摩西的背景 我们看看 希伯来的伟大的领袖 成就我们今天 明师长讲 你不要跟我讲 说我是领袖了 他非常的迁徙 今天说实在话 没有他 没有今天 谁能代替他呢 他只有这样的特质 他特质 他有一个信念 有一天 他离开 逃离那个金门的时候 那个故事 你有空 你就好好去看 他在坐那个船 那个木板板船 谢谢啊 好小 他叫 这是准 这样 到那个什么 到了金门边缘 他说 哎 告车回去 哎 这又海呢 没有办法 你就到这里 好 走到 又暗时了 他下来 好感觉 告车而已 但是头是软的 头是软的 哎 破梅 是怎么 会冷 对不对 会冷 极其 腿又会伸 会扒 要怎么 他就要慢慢走 走 走到一个条 接着呢 金门不是都是有一个房 什么建庭登录啊 那个叫什么 当兵的人 知道吗 他有一根柱子 就是当的 哈 刚才对着 有一个腿很痠 结果我开着 开着又叉叉 又没缺 然后按摩 捶一个手帕 垫底 开着会舒服 那当时了 他这个手机开始发亮 在闪烁 就是要求救 从那时候他才知道 有一个感觉 如果是能够把我救出来 我一定要为台湾 就是跟摩西的这个背景 有一点雷头 你知道吗 他也是宣读律法的人 我们的公民身份证 是不是有一个 我们的法律的制定 各方面都必须经过使法 经过程序 对法律 有效法律的论述 国际法 战争法 根据这个设定的我们的未来 他也是颁布 这个法律的人 他也是一个代求者 他就是代求者 他也是个牧人 牧人就是照顾 关心 喂 好 再来就说 你看 这个就是摩西 有没有 那个埃及 他说 有两个 这个巧妙的方式 来治 好像是生 两岁以下的婴儿 怎么样 男婴怎么样 都要杀死 因此呢 这个 这是他姐姐 米利安 他妈妈是因为信仰神的人 最有智慧 啊 我们把它藏起来 藏三个月不行 别人说 你再藏几个月 他们就会发现 因此呢 他继续用这个草 这个芦苇 跟芦苇草 然后再 把它 做成一个船 把它放 住在 米罗河 就这样子 那秘书长也是从大陆 坐这个小船 来到金门 有没有雷同之处 这不是偶然的 这是命定的 所以命定 看见 他开始来到这里 就彭土的意识 就开始推动 他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你看这个就是刚才 前一课谁 这个是谁 潘主席 刚才三一节课的 你看一张股票很大 很努力 你看 大家都是小孩 为了台湾 是不是 开始了有那种行动 今天 他是一步一脚印的 同样的 摩西在埃及的时候 经过法老的 这个对势 神的神迹奇事 随着他 很多方式 才能够说服 所以他经过了这些 开始结束了 中华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你看年轻人 我们不是 我们是什么 台湾人 不是什么 中国人 对不对 从这个开始 有些人说 你这些都是小的 发动了这样的 一次又一次 但是我们看看 这一个台湾人 真的是公 不觉醒 还说什么 台湾是反抗帝国主义 先锋 是完成最后胜利 的终点 你看看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这个 什么意思啊 三民主义 海内海外 统一信念 以国法怎么说 三民人的主义 海内海外 统一信念 你自己死了嘛 他自己说的 不是我们说的 帅哥你会讲吗 他们自己在讲的 是不是 统一信念 是傻人 你看 还说是上一代的 很傻 我们台湾人 很傻 这种的人 你看 黄言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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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告诉你台湾人 你这些奴隶 我怎么处理 我们家的事情 你好 你靠 你怎么 跟我没关系 政权掌握 笑 骂 由人 由他自己 这种的鬼脸 你看 我们的人民 在那里抗争 在那里抗 满了眼泪 对不对 阿公眼泪 愤怒 可怜 今天孙 有好吗 没有好 没有好 有好 他现在说 没有感觉 没有 你敢问 没有 没有嘛 感觉 活在自我感觉 良好 你看 那个嘴脸 咬牙切齿 握掌头 你积态一下 马上就怒得不像人一样 对不对 所以好感觉 你看这个年轻人 笨蛋 你看 这人说 笨蛋 无感的笨蛋 这人说 我懒得理他 懒得理他 他说 无奈 他得着了什么 国际认证 也是好 可怜的 台湾人 离去宿客 这是什么 鼻哀 温度台湾 我们的无奈 年轻人 25K的 真的 25K 22K 对不对 他们真的是 没有办法去奢求 他们这2万5 怎么能够 扣掉家中的债务 口袋1万块 买房子 成家 对他来讲 是怎么样 少年人 有忙吗 没有 没有忙 你来到这 不错 对不对 对 你来这 是不是很好 你一个人 有什么 一间房子 满18岁 就有一栋房子 高沙 你们更好 结婚 现在等一下 不要急太快 结婚 生一个会怎么样 不住一百万 很厉害的 是不是 你看 贪污 我交保五千万 这些目前都无耻 对不对 所以 自我感情良好 这个狗怎么说 好家庭 我不是人 我怕人 我就忏了 好家庭 我不是人 你看他的思想 对不对 你长翅膀了 你这不听话了 对不对 所以 这种人 你看 我好爽 爽歪歪 已经淹水到这个地方 爽歪歪了 没感觉 他只是赞美 他说米酒是我的 我的他的政绩 对不对 贪了 是不是 我们的渴望是什么 快点把流亡政府 把它砍出去 这几段的硬帮 这几段的硬帮 跑到哪里 所以我想说 今天我们能看到 这就是我们中心目标 外面的红是什么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再不再谈这些 我们再 再谈前面的 后面的 这个logo大家都知道了 已经拿去了 是不是 对拿起来了 所以这个刚才民俗长也讲过了 今天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怎么样 含着眼泪 迟迟等待 奇迹 我不OK No 民俗长说 No 不OK的啦 唯有怎么样 把申办身份证 这一切就OK 所以欢迎你加入什么呢 来解决台湾的环境困难 就这些 加入什么 法理论述的这个列车 好不好 我们加入这个列车 我们就能脱离政治的恋意 减轻我们的生活的负担 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所以为了完成这项任务 要快速达到这个要求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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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 从你这边 到你的职场 你的社区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能实现你的梦 永远的梦 好不好 我们喊三声Go Go Go 好不好 背起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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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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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是假的 好会演戏 还贵的 好不好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掌声鼓励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所以不要忘了 请大家告诉大家 这么好的东西 谢谢 万大事 起立